我們先來做一點簡單的練習 優圖所示乾電池1.5伏特 接上了2V的燈泡 請問你電池的提供多少 就是一個燈泡一個電池 所以電池的總提供就等於 燈泡電池的總消耗 因為如果你要算電池 你這個東西可以用 P等於IV 因為它沒有電池 如果你算電池的就可以 就可以P等I 如果你有時候的話 你P等I也可以用 什麼I的地方I也可以用 V的地方I也可以用 好 那因為它這一題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燈泡一個電阻 所以外面1.5伏特就多少 就1.5對不對 所以燈泡的電阻知道 燈泡的電阻知道 燈泡的電壓也知道 那你究竟怎麼算 你知道B跟知道R怎麼去求 R分之B R分之B0嗎 R分之B0嗎 那句話你可以塞就好了 塞塞塞 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好 這樣子 因為我看到我的已知條件 我看到我的已知條件 我就知道我該用什麼公式嘛 我說換一個公式沒電子 一個公式沒電壓 一個公式沒電壓 一個公式沒有電流嘛 所以就可以用了 OK嗎 簡單想到問題嘛 好換你 這個呢 電壓是1.5伏特 接個3O伏特 很簡單嘛 就是有電壓 有電阻 求功率 那你覺得可以用什麼公式咧 然後呢 應該要怎麼處理咧 可愛的大帥哥 我們要找一位大帥哥 大帥哥 大帥哥 無我 大帥哥在哪裡 大帥哥叫做27號 27 你的答案 我不知道 用什麼 我不知道 0.75 我不知道 他說他不想講 有V有啊 什麼公式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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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對不起 你有講話嗎 400 440 請坐 你給的是電壓跟電流 什麼公司可以用 P的於IV 你就往裡面塞就好了 440瓦 就會了 這三題都是非常簡單 直接就往裡面的公式塞就可以了 就知道了 所以前提就是你先把公式背清楚 然後呢 條件往裡面帶 你答案就算出來了 就是前面這三個最簡單最基本的練習 OK嗎 OK